第831章 泰兰之死 我要去见我的父亲 请不要逼我出手 导师 泰兰福丁握紧了手上的剑 你太令我失望了 泰兰 大检察官伊森丽恩姐姐冷笑 你肮脏的血统 最终表露出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战斗刹那间开始了 大检察官身后的两个血色精英冲过去 挡住了泰兰的充饰 他们都是圣骑士 而且必须熟悉 想必大检察官伊森丽恩 从很久之前就预料到 这个傀儡有脱离自己控制的那一天 仅仅只是两个高阶精英 就让泰兰福丁手忙脚乱了一番 但他们终究不是威胁 真正能够威胁到泰兰福丁的是 大检察官 他从刚才就开始积聚身上的魔法力量 并一口气将凝聚好的圣光之力 自头顶释放出去 又控制这股力量 重重地砸向泰兰 他的那两个手下手段非常的不错 不知道模拟操练了多久 专注于控制泰兰 怪不得大检察官伊森丽恩 明明可以调动更多人马 却仅仅只是带了两个人 就过来拦截泰兰福丁 如果这一团叙事很久的圣光能量 砸到泰兰身上 只要命中 他就很难有幸免的可能 这不是治疗 而是毁灭 陆离这时候动了 他并没有去脚踢大检察官伊森丽恩 超过50级的大boss 以他45级的实力 几乎没有任何打断技能的希望 他从战马上一跃而起 跳得非常高 那一团圣光之力砸在他的身上 瞬间吞没了他 没错 陆离打定的注意就是拦截技能 这种指向性的技能 又没有追踪效果 既然可以躲避 那自然也可以被拦截 死定了 在场的几个人 没有谁觉得 陆离能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活过来 泰兰福丁的眼圈泛红 他和陆离不算太熟 可陆离居然愿意为他去死 等等 落到地上的似乎并不是尸体 按理来说 就连尸体都有可能被圣光净化掉 可陆离不仅没有死 身上居然连一点伤都没有 至尊四界 传奇 乘三 敏捷加50 力量加30 体质 加30 暴击加30% 吸血 加35% 特效 1 丛林之王的庇护 顺发 召唤一个自然护盾 为施术者吸收一次全额伤害 冷却时间一小时 特效 2 丛林之王的祝福 隐匿效果加30% 特效 3 丛林之王瑟纳流斯赋予他特殊的能力 你可以学习德鲁伊的三个变形技能 并且 学习该变形分支最多四个技能 装备需求 无 耐久 无 召唤一个自然护盾 维路里吸收一次全额伤害 这是游戏规则 就算大检察官伊森利恩的伤害逆天 一下子就能毁灭艾泽拉斯 只要他是单体攻击 就会被免疫掉 这就是无敌的魔力 试问曙光最牛掰的特效是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无敌 圣骑士这个职业 也是从有无敌技能之后才逆天的 那时候 圣骑士最流行的作战方式 就是打不过就无敌如实 其他职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而一筹莫展 当然 无敌技能 不是每一个圣骑士玩家 都有 大检察官伊森利恩 并没有被路里吓到 法杖轻轻挥动 就有一道神圣之火 快速地袭击过来 操 居然不需要独条 路里真是无语到极点了 他只能快速地开启了减伤技能 希望能够撑住这一次的攻击 2688 大半管血 一下子就被清空了 而且是在开减伤的情况下 路里只觉得脑子一猛 差点跪地求饶 这就是50级野外BOSS的实力 一个不是大招的普通技能 就差点要了路里的命 泰兰福丁大吼一声 踹开一个圣骑士 扑向了大检察官伊森利恩 如果不是他及时支援 路里可能被随手补一刀就挂了 然而 泰兰福丁显然不是大检察官伊森利恩的对手 更别说大检察官 根本就没有什么一对一的武士精神 他很狡猾地不断拉开距离 或许是担心路里再去挡他的大招 他也不再继续技能 只是一点点地给泰兰福丁制造伤口 路里心里有点着急 为什么老福丁还不来 他已经挡下了大检察官的致命一击 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剧情 必须做点什么 不然 泰兰福丁还是会死的 因为路里对大检察官造成不了实质的伤害 所以这一次 NPC之间的战斗 没有明显的血量呈现 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模式 但是如果换算呈血量模式的话 此时的泰兰福丁 应该已经血量不多了 路里只能硬着头皮扑上去 他用的是鞋子特效 瞬间出现在大检察官的身后 匕首诡异地绕过他格挡过来的法杖 直视对方的后脑勺 滚 大检察官不得不回过头来 对付路里 他怒吼一声 然后路里就像眉头的苍蝇一样 到处乱转 这是大检察官的恐惧法术 比一般牧师玩家用出来 要持续更长时间 徽章 果断交出徽章 路里再次死缠上去 他的血量岌岌可危 就算用了项链特效之后 恢复了一些 也还是处于随时挂掉的状态 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 他是玩家 就算是死了 也能复活 大不了掉击就是了 当又有四个血色十字军士兵 从不远处赶过来 路里已经彻底绝望了 一个十字军士兵找上他 他便再也没有发挥的余地 五十级精英的攻击 让他只能勉强 仗着过人一等的速度 自保 他的攻击 对这个士兵造成的 只是两位数的伤害 老夫爷啊 你还要你的儿子 不 一道刺眼的圣光 突然强烈起来 路里眼睁睁地看着他 穿透了泰兰福丁 一声痛彻心肺的长笑 惊动了 森林 泰兰福丁 试图再次爬起来 但是失败了 路里简直不敢相信 一路上披荆斩棘 所向无敌的泰兰福丁 就真的这样倒下了 大检察官伊森利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次凝聚了一股 圣光的力量 并且 无耻地偷袭了提里奥之子 大检察官 所凝聚的那股巨大的力量 还有那张失去了光彩 毫无生气的苍白面孔 无一不在 向路里宣布一个不争的事实 泰兰福丁死了 他终究还是没能保护好这个骑士 是自己的实力 太弱了 还是一切都无法改变 远方传来马蹄声 伴随着的 还有一声哀痛的怒吼 老福丁来了 只可惜 如果能早来一步的话 结局 也许就是父子团聚 而非丧子之痛 就差一步啊 第832章 打索汉 路里有点泄气 他完全无视 还要攻击他的血色十字军战士 而是要问一个 究竟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 提里奥阁下 为什么来这么晚 路里觉得自己 已经努力了 而且他的努力 也确实争取了很多的时间 至少换做其他的玩家 根本不可能拖到现在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老福丁 从战马上滚下来 几乎是用 爬的来到他儿子身边 他年岁不小了 但是长久的 和盛光打交道 所以一点也不显得老迈 路里 就从来没有把苍老和他联系在一起过 然而此时 他仿佛一瞬间就成了一个老人 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人 病脚发丝斑白如霜 他抱着儿子的尸体 失声痛哭 他们父子 甚至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泰兰出生的时候 他正带着白银之手的 骑士们和邪恶浴血奋战 回来的时候 一身血腥 迫不及待的 就冲过去 见儿子 妻子责怪 他也不整理一下 然后他便看到儿子 对他咧开嘴 笑了 他很少待在家里 每一次回来 都忍不住抱住儿子不放手 每次在战场上遇到危险的时候 提里奥福丁总是告诉自己 你还有儿子 你还要回去抱他 他年纪那么小 不能没有父亲 于是 凭着这股信念 他每一次都在生死之间 化险为夷 提里奥福丁 还记得 在五岁那年 小泰兰眨着天真的眼睛 向他提出的问题 爸爸 兽人都像 大家说的那样卑劣 那样残忍吗 好吧 儿子 这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我想 还是有些兽人是好人的 只是比较难找到 就是这样 真的吗 爸爸 我想是的 有时候 我们不能太草率地 判断人的好坏 儿子 可惜 他终究还是未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因为自己的理念 他让儿子很早很早就失去了父亲 他能够 想象泰兰把心爱的小锤子 埋在自己目前的情景 没有人告诉他 他的父亲还活着 还在暗处注视着他 为了怕母亲伤心 他只能一个人躲起来 偷偷地哭泣 我的父亲 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是真正的圣骑士 在受到别人的欺负时 他总是挺起胸膛 我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圣骑士 然后保护我们的家园 于是 他被送去和比他大很多的孩子们 一起接受圣光之道的训练 老福丁关注着儿子一点点地长大 他的隐居生活 虽然清贫 但却 无比地安详 啊 我究竟做了什么 老福丁绝望 愤恨地呐喊 响彻了整个山谷 震痛了周遭生灵 撼动了坚实大地 大检察官意识到 强敌已至 和他的血色十字军 士兵一起 放弃了去杀戮里 转将矛头对向了老福丁 你这个低贱的叛徒 不乖乖地 待在阴暗角落里 苟延残喘 出来送死吗 大检察官伊森利恩 轻蔑地看着这个 苍老的圣骑士 他曾经亲眼看着乌瑟尔 拿走了提里奥福丁的圣光力量 虽然后来听说 这家伙又重新得到了圣光的肯定 但内心深处 总是不把这个信仰 不坚定的老骑士放在心上 大不了一起杀了 就是 反正庇护他的乌瑟尔 已经死了 感谢你曾经教导我的儿子 伊森利恩 但是现在让你看看 你曾经信仰过的力量吗 老福丁将儿子放好站了起来 圣光猛地从他身上迸射出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柱 比至乌瑟尔目的 那道不灭的圣光更加强大 衬托的老福丁如同神奇 这并不代表老福丁 比乌瑟尔更加强大 毕竟一个已经陨落 而另一个因为悲愤再次突破 即便如此 这也足以让大检察官伊森利恩 面如土色 上 给我杀了这个卑贱的叛徒 你曾经为了人民而战 曾经为了信仰而战 伊森利恩 你亵渎了自己的过往 以圣光的名义 我现在宣布 你们的罪行 提里奥福丁丝毫不惧 他举起了手中的大剑 愤怒的圣光 吞噬了周围所有血色十字军 包括 BOSS母版的大检察官伊森利恩 全都烟消云散 泰兰 我的孩子 老骑士 再次回到儿子的身边 他的神情哀伤到了极点 已经忍不住开始失声痛哭 他也没有落泪 这位坚强的圣骑士之王 几乎不会再有软弱的时候 然而在他的爱子面前 他卸去了一切的坚强 提里奥福丁没有及时赶到 一定有他的原因 看着如此哀伤的老人 陆里又能说什么 他只能苦笑着摇头 他甚至不知道 该如何去安慰对方 提里奥福丁哭了很久 他一点点地回忆着 自己和儿子那短暂久远的过往 也不知道是说给陆里听 还是说给他自己听 听得陆里都有些想落泪 有人出手把我拦住了 我没能及时地赶过来 最后 提里奥福丁说出了 没能及时过来的原因 是谁 陆里恍然大悟 达索汉 他率领一个小队的人马 拉住了我的去路 我好不容易才击退他们 提里奥福丁心中充满了疑惑 塞丹达索汉 是大主教阿龙索斯法奥的 得意弟子之一 在第二次战争爆发后 法奥创建了白银之手骑士团 达索汉与乌瑟尔光明使者 提里奥福丁 以及图拉扬等人 成为了第一批圣骑士 并在抵抗受人入侵的战争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二次战争期间 达索汉担任白银之手总指挥官 在骑士团内的地位 仅次于乌瑟尔 战争结束后 在得知提里奥福丁 与受人战士伊崔格之间 相互袒护的关系后 达索汉率领部队 对伊崔格进行追捕 并在法庭上指认 福丁犯有叛国罪 虽然因为达索汉的坚持 提里奥福丁被罪中判决有罪 但是提里奥福丁 从来不觉得达索汉有错 那只是一个虔诚的 有点过头的圣骑士 眼睛里揉不尽一粒沙子 而之前达索汉率军阻拦提里奥福丁 也完全没有杀他的意思 谁也没想到 这么一阻拦 竟然耽误了救援自己的儿子 提里奥福丁悔恨自责 却没有怀疑到达索汉的身上 第833章 圣骑士之王 原来是达索汉 陆离难难地说道 有一种无力感从内心升起 俗话说 看不见的敌人 才是最可怕的 他没想到 这一切的背后 还隐藏了这样一个黑手 达索汉怎么了 提里奥福丁觉察到 陆离的神色有意 随着亡灵天灾入侵 与阿尔萨斯王子的背叛 光明使者乌瑟尔 战死在安多哈尔 白银之手骑士团 也早请客间土崩瓦解 陆离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自顾自地讲述 这些提里奥福丁都知道 他只是不明白 陆离为什么就是重提 得以幸存的总指挥官达索汉提议 首先应当收复斯坦索姆 而此时大领主 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 从铁卢堡携带灰烬使者归来 并与达索汉达成一致 白银之手骑士团的残余力量 迅速集结部队 对斯坦索姆发动总攻 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 陆离问 提里奥福丁摇摇头 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陆离这样问 就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 亡灵天灾在斯坦索姆中的力量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混战中 立功心切的达索汉脱离了大部队 并遭遇了被认为早在天灾军团 与被遗忘者的火兵中 被消灭的恐惧魔王巴纳扎尔 陆离一脸同情地看着老福丁 他 他 老福丁脸色苍白 一个恐怖的阴谋 似乎正要展现在他的面前 没错 面对势单力薄的达索汉 巴纳扎尔轻松吸取了圣骑士的生命 并占据了他的躯体 提里奥阁下 你遭遇的是恐惧魔王 而不是曾经有点小矛盾的固有 陆离叹息 怎么会这样 老福丁几乎不敢接受 达索汉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占据了达索汉躯体的巴纳扎尔 开始秘密地进行 他那腐化血色十字军的计划 第一个目标就是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 陆离并不介意让老福丁知道一切 他突然 对这些注定会发生的东西 十分痛恨 虽然对重生的他来说 注定的未来才充满机遇 亚历山德罗斯并不是打索汗杀的 他没有那个能力 挥进使者的强大力量 就连我也不可阻挡 老福丁摇头 没错 大领主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 是一名力量强大 信仰坚定的圣骑士 难以杀死和腐化 陆离冷笑着说道 但是巴纳扎尔暗中诱导他的长子 雷诺莫格莱尼 将他对父亲的敬畏与亲线 渐渐扭曲为疯狂的嫉恨 最终雷诺与天灾军团 暗中勾结是父 被至亲背叛的莫格莱尼 与灰烬使者堕落了 堕落为纳克萨玛斯 最强大的死亡骑士 而之后 巴纳扎尔 更是蛊惑起了伊森利恩 之后 巴纳扎尔以达索汗的身份 率领血色十字军最精锐的部队 再次进入了斯坦索姆 并开始了与天灾军团长 达数年的熬战 在不断的战争淘汰中 临选出最强大的十字军士兵 来进行他下一个邪恶计划 大家都觉得他一直奋战在最前线 却不知道 他早就是敌人的一员 总之 一句话 打索汗 或者说 巴纳扎尔就是一个心机表 原来是这样 老福丁闭上眼睛 大领主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 这位挚友的过往历历在目 现在他借助你的手杀死了 伊森利恩 那么他的下一个目标 显然就是宁了 被彻底击垮的宁 恐怕再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陆离故意激将 英雄应该死在沙场 而不是哀伤而死 老骑士抱起自己的儿子 凯然说道 我虚度了太多光阴 在混沌痛苦中度过 为了或许发生过 或者应该发生 却没有发生的事情 而感到悲伤 阁下 请问 你要去哪 该不会是要去找打索汗报仇吧 希望明天会产生新的梦想 一种促使人度过噩梦 和恐慌的梦想 这种梦想 不能再被利益和幽默所掩盖着 年轻人 我向你 发誓 老福丁的步伐坚定起来 他头也不回地 反手扔过来一个东西 希望我能够看到 那一天 陆离伸手接过那东西 喊道 我有很多骑士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教导 让他们来找我吧 你知道地方的 老福丁一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 陆离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样一个人 他的朋友又会差到 什么地方去呢 为了再用这副残区 去做一些本该去做 而一直都没有去做的事情 他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手 并不介意多一些冒险者 加入 小阵营 导师 这是陆离今天的收获 非常丰厚的收获 在不久之后的将来 达里安莫格莱尼 亚历山德罗莫格莱尼 最疼爱的小儿子 手持堕落的灰烬使者 在阿尔萨斯的命令下 带领有死亡骑士 石是鬼 瘟疫巨人组成的庞大军团 进攻圣光之院李拜堂 在死亡大军的强力突袭下 圣光之院李拜堂的银色黎明部队 很快就几乎全面 那时候 提里奥福丁 会以秒杀全场不死生物的姿态 华丽出场 他拿到了堕落的灰烬使者 澎湃的圣光之力 瞬间净化了这把神器 神器则主 他成了灰烬使者第三任主人 那一次 乌妖王阿尔萨斯也会出现 然而 他低估了 已经掌控灰烬使者的老福丁 老福爷大发神威 直接击退了阿尔萨斯 掌握了神器的老骑士 成了名副其实的圣骑士之王 无数的圣骑士 找到了引领他们 前进的新领袖 提里奥福丁宣布 将白银之手和银色黎明 合并为银色北伐军 并发誓要击败乌妖王 乌妖王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对玩家来说 银色北伐军小阵营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小阵营 是圣骑士玩家最向往的地方 而裁决之剑的玩家 有机会 能够败圣骑士之王为导师 这个待遇 堪比摆了一堆传奇装备 在陆离的面前 对裁决之剑的实力 有着巨大的作用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圣骑士 都符合条件 陆离还没被冲昏头脑 他站在这个不满血腥 和圣光的战场上 寒风掠过 带来王者的歌声 仿佛一首安魂曲 愿所有灵魂归于平静 他默默祈祷 这一次的任务收获丰厚 可他实在没有办法高兴起来 第834章 圣骑士之心 然而人死不能复生 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陆离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时间已经不早 他心情又不算太好 干脆极为罕见的 提前半个小时 退出了游戏 一直到第二天上线之后 他才想起来 老福丁还给了他任务奖励 昨天的任务并不算失败 除了一笔丰厚的经验值 还有让陆离都觉得 惊讶的声望奖励 属于那种 能够当成阵营使用的 世界声望 一般必须参与主线 和重要支线任务 才有可能获取 技能书很重要 没了声望一样 学不了 此外就是老福丁 扔给他的东西 陆离上了线之后 把遗忘在背包里的 这件东西拿出来 毫不意外地发现 这是一件暗精徽章 至于为什么不是传奇 一点也不奇怪 传奇哪有那么容易获取的 目前游戏才开放三个月 就算再等三个月 也仅仅只有极少部分人 能够拥有一件传奇装备 至于运动会出现的那些传奇 比如钓鱼奖励的渔夫帽子 这件传奇装备 倒是好东西 实现了千万富翁之路 然而很快就被人抱走了装备 还有烹饪的那个铲子 说是传奇装备 其实只是一套 传奇吹具里面的一个套件 耽搁的话 并没有传奇装备的效果 最多也就是按金的档次 必须凑成一套 才是真正的传奇 但是一直到陆离众生那回 也没听说 有会凑齐了整套传奇装备 而其他也几乎无一例外 要么是积累 要么就专注于生活职业 和战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只有马拉松运动总冠军的那双靴子 才是整个圣诞节活动 唯一能够确定 获得的传奇装备 当然 圣诞节活动牵扯到几千万玩家 当然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件传奇装备 其他的传奇装备 都在圣诞麋鹿身上 只要杀掉这种节日BOSS 极品材料 传奇装备应有尽有 然而陆离却并不打算 让工会的人参与这一次的狩猎 今年的圣诞麋鹿 没人能杀得死 明年的 也不见得 有人能杀得死 这99只圣诞麋鹿题下 死伤无数 创下了单一BOSS 击杀玩家的最高纪录 比那些公共副本的BOSS 还要血腥 陆离 完成这个任务 获得的装备不是传奇 再正常不过 圣骑士之星 暗金 全属性加20 特效1 祈祷 使用 牺牲自己的生命值 为团队成员 增加一定量的生命值和魔法值 冷却时间两小时 特效2 附带四种骑士光环 十字军光环 半径40码范围内的所有小队 和团队成员的骑程速度提高20% 前程光环 增加附近100码内所有小队和团队成员 额外10%的防御力 承戒光环 使任何攻击队友的怪物 都受到神圣伤害 专注光环 使周围队友集中精神 能减少受到攻击增加的施法时间 同一时间内 只能开启一种光环 且同类光环的效果 无法叠加 装备需求无 耐久 无 后面有一排 银白色泛着圣光的小字 种族并不代表荣誉 我知道有些兽人 他们像最高贵的骑士那样可敬 我还知道有些人类 他们像最残忍的亡灵天灾那样邪恶 这显然是一件圣骑士装备 除了全属性加20对陆离比较有用以外 剩下的两个特效 全部属于辅助特效 尤其是四个光环 让陆离看得眼花缭乱 十字军光环是加速技能 但是只针对做其加速 前程光环加防御 承戒光环加伤害 而专注光环 是在法系职业陷入 因为被攻击而无法施法 困境时候所用的手段 这四个光环都非常的有效 可惜不能同时开启 至于全属性加20 其实也是针对圣骑士的设置 毕竟圣骑士不同的发展方向 就会需求不同的属性 这件装备 任何一种骑士都会喜欢 不过 在交出去这件装备之前 它反正也没更好的徽章 可以自己先带着 它的另外一个徽章 就是所谓的PTA神器 冒险者的探索徽章 特殊 敏捷加10% 移动速度加10% 特效 使用 驱散所有移动 限制效果 以及所有会导致你的角色 不受控制的效果 冷却时间两分钟 装备需求等级无 耐久无 体理奥福丁确实给了好东西 据那些攻略记载 这个任务的奖励 其实也就是普通黄金装备 更不可能是徽章 徽章像练属于稀有装备 大部分人只要有救 带着 根本没有挑剪的余地 陆黎感慨了一番老夫爷的慷慨 出发前往主城的活动 报名处填了一份申请 他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这个比赛项目 最终奖励是一双传奇靴子 在他前世的记忆中 第一双马拉松靴子的获奖者 是同言无击 德鲁依职业能够变豹子 天生有优势 更何况他的变身状态 和陆黎一样 也是森林之子 比普通的猎豹速度快了一件 陆黎绝对不会小瞧其他任何人 他的森林之子状态又不是秘密 此外 马拉松当然不是简单的 谁跑得快谁就能赢 其中牵扯的因素很多 有些就连陆黎都有点没把握 更不敢自夸 一定能够获胜 报名完了之后 陆黎绝打了今天的比赛 今天的比赛有两场 几乎连在一起 系统随机抽签 谁也预测不到这样的巧合 不过好在这两场都不是什么高手 一个是中型工会 另外一个 则是500名开外的一个梅罗达工会 为台赛陆黎和月光一人包一场 从头打到尾 自从陆黎的拖延策略产生后 曙光各大工会的高手纷纷效仿 快要赢的时候 偏偏不赢 一点点地恢复自己的血量和技能 冷却时间 当然 这样的情况之事和二者相差很大的情况 如果差距不大的话 拖延时间是很危险的事情 不仅仅不能恢复一定的实力 说不定反倒把自己给拖输掉了 团体赛的话 陆黎缺席一次 月光缺席一次 主要是为了训练其他人 如果裁决之剑有新人出现的话 也可以出席这样的团体赛 但是前提是 这个新人必须到职业协会注册 而在没有转会的情况下 这个新人就只能为固定的俱乐部 效力 第835章 砸钱杀龙 打完比赛 陆黎和队友们一起去练机 他遵守承诺地把二哈放了出来 一匹巨狼 银白色的 威武雄壮 面部表情又人性化地显出逗逼属性 吸引大家纷纷过来围观 大爷的 看什么看 信不信我把男的全都上了 把女的全都杀了 二哈口吐人言 底层雍兵出身 性格又是那样 屋得一塌糊涂 我操 这祸会 说话 蔚蓝海风睁大眼 不是应该吐槽他说的内容吗 飘零懒洋洋地举着锤子打怪 斜眼看了一眼 陆黎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 带什么样的宠物 哇 这宠物很厉害的样子 我的宠物 一个都不会说话 呆梦 瞬间觉得自己 low ball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龙江来说不定还会说外语 小八将撇撇嘴 他也并非信口开河 使用了绿龙精华的 翡翠龙聪明多了 已经能够自主地去执行一些命令 至于将来能不能说外语 如果龙语算外语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要不我们去杀龙吧 说不定能抱你龙宝宝能吃的东西 陆黎怂恿着说道 什么龙 蔚蓝海风顿时来了 兴趣 中二的人 或许都幻想着 做屠龙勇士 区别只在于有的人小时候幻想 而有的人即便 长大了也能幻想得出来 蔚蓝海风 显然就属于后者 艾萨拉有一个兰龙boss 我有办法把他给杀了 陆黎 有点肉疼自己的诸如变机器 多少级的boss 飘零最能抓住重点 现在应该只有45级 陆黎想了一下 也不是很确定 这个以外 boss属于常规boss 一直刷新 而且还会随着系统更新 而改变数据 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30级 然而有玩家去尝试攻略的 全都失败了 丢失了不少经验 现在可能已经随着系统更新 变成了45级 然而这并不是这个蓝龙boss的终点 到陆黎穿越奈慧 这位已经成了70级boss 也是满手血腥灭团无数的主 那还等什么 蔚蓝海风的大夫 已经饥渴难耐 我赞同 我觉得如果能杀的话 不杀就太可惜了 小八将挥动着拳头 他那小脑袋里 并不算太多的脑细胞 全都被龙这个词感染了 一定要爆出龙血龙水 喂他的龙宝宝 那就出发吧 传送到艾萨拉 陆黎 只能希望这个至今 还没有被人攻略的野外boss 能够慷慨一点 至少弥补他诸如 变机器的损失 诸如变机器 可是用了不少磕金的极品道具 简直是用金币在打boss 艾萨拉 是魔兽历史中 早期的暗夜精灵皇室统治者 也就是玩家们口中 经常提起的所谓的艾萨拉女王 这个人物的艺术价值在于 充分展示了一个 由女人执政的国度 带来的悲哀 艾萨拉就是这样一种女人 看起来很强势 其实只要一个气场 能压倒他的男人 就能把他玩得团团转 引游诗人们在笔记中写道 这是一个被恶魔萨格拉斯迷倒 将自己的人民抛弃的女人 一个寂寞的感性动物 一个自己的智商 被自己的寂寞压倒的女人 事实上 最早的时候 艾萨拉并不是传记中那么不堪 那时候 她用仁爱治理着她的人民 并因为她美丽的外表和心灵 被她的人民爱戴 后来 艾萨拉在永恒之景边 建造了一座宫殿 在那里 她和她的仆人 被称为奎尔多雷 或是心胸狭窄的上层精灵 一起研究永恒之景 虽然卡利姆多的平民们 都还继续爱戴着艾萨拉 但他们十分憎恶傲慢 自以为是 沾沾自喜 自我陶醉 看上去仿佛他们拥有一切的奎尔多雷 好吧 仇富的心理 大家都有 这还不足以成为女王大人失德的理由 在后来 永恒之景里 来了一个萨格拉斯 一切就如同大家知道的那样 最具逆袭前置的吊丝之王 马法里奥带领大家 炸掉了永恒之景 这个毁灭性的可怕结果 撕裂了整个世界 并将艾萨拉和她靠不住的追随者们 炸入大海深处 在爆炸后的余波中 永恒之景的力量 把艾萨拉和她的追随者们 扭曲成了适合深海的居住者 如蛇一般的那家 虽然艾萨拉在海浪下苟延残喘 但艾萨拉和她的追随者 以及他们的后裔 继续在忍耐 并等待着他们回归 和复仇的那一天到来 在大灾变之前 位于艾萨拉的暗夜精灵城市 埃达拉斯心心向荣 许多人都相信 这片曾经繁荣的城堡废墟中 埋藏着许多强大的 古代上层精灵遗物 蓝龙军团 世代守护着这些强大的遗物 和魔法知识 不让这些东西 落入凡人之手 一直到后来 发生很多事情 上层精灵遗物 也就只能成为一个传说 然而 蓝龙艾索雷格斯的出现 似乎暗示着艾萨拉的荒野中 埋藏着一些最为强大的遗物 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永恒之瓶 无论艾索雷格斯想找什么 有一件事肯定的 他现在成了玩家眼中的香波波 野外 Boss 路里要杀的就是这货 他简直就是一个奇葩 首先他是唯一一个 可以被诸如变机器变形的龙族 这一点 简直丢尽了龙族的脸 以至于某些NPC龙族 在背后都一脸的沉痛 直到某一次系统更新 把这货的致命缺陷抚平 而在此之前 他都是可以用 诸如变机器虐死的野外Boss 官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Bug 他们似乎只在告诉人们 工程学是有前途的 大家 快点砸钱练工程吧 没人鸟他 因为 诸如变机器太费钱了 一场战斗下来 算算的话 一个诸如变机器 70个金币的成本 一个能用10次 路里估算着 至少也要用十几个才够用 他用光了仓库里的材料 才凑过这些数量 一场战斗下来 十几万限时币的消耗 小一点的工会 根本消耗不起 大工会也要考虑爆出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弥补这笔支出费用 而且 他们还必须有一个前提 拥有一个能够生产 诸如变机器的高级工程师 路里当然不可能 仅凭他们这个小队 就去杀Boss 那要杀到猴年马月 他让根号三 派了一批工会最好的菜刀过来 第836章 好奇的代价 之所以是菜刀队 而不是更容易站位的法系职业 那是因为 蓝龙艾索雷格斯 不吃魔法 诸如变机器 并不属于魔法类的道具 他的工作原理 更加的复杂和玄妙 无法用常理去衡量 这样一来 法系职业在这里 就几乎没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近战物理职业 在这里有个很尴尬的地方 那就是 Boss的体积再大 也大不到哪里去 而在不能穿人的前提下 能够靠近Boss参与攻击的 近战职业数量有限 更让人无语的是 诸如变机器 他把Boss变成一只小鸡 这里的小鸡 是个完整的名词 没错 可变了身之后的 Boss明显会再次缩水 那么 究竟能够有多少玩家贴身近战呢 除掉两个抗Boss的MT 最多只有16个 如果讲究一下完成度什么的 就必须留下足够的空间 12个近战职业 是最好的选择 陆里让根号3 派来了40个最强力的菜刀 外加20个会战负的德鲁伊 而治疗职业 更是几乎每个近战都配了一个 而作为战斗主力的 可不仅仅是这些人 一大堆猎人玩家被召集过来 他们有不少技能都属于物理攻击 艾萨拉的这头蓝龙名气不小 他是非主动攻击 所以经常有玩家过去找他玩 合影 做做俯卧撑什么的 不过一旦有人不知好歹地攻击了他 后果就会非常的凄惨 这就是好奇的代价 几乎整个艾萨拉地图 都能听到这样的宣告 因此来过这里的玩家 大部分都知道 艾索雷格斯不好惹 事实上 艾索雷格斯也确实不好惹 他浑身上下 能够让玩家鼓起勇气来挑战的 就只有那微薄的血量了 目前45集的艾索雷格斯 只有65万的血值 这在野外BOSS当中 已经算是贫血的存在了 尤其是惯常以高血量 欺负人的龙类里面 可惜 繁杂而强势的技能 完全弥补了他的缺陷 陆离将诸如变机器分 到其他几个 等级比较高的人手中 各自编上序号 等会他喊谁的名字 谁就对着BOSS 使用诸如变机器 诸如变机器的使用 并不一定非要学了工程的玩家 但是 使用之后 却有一定的成功率 这个成功率 和使用者的等级相关 使用者等级越高 成功的几率就越大 反之就越难成功 陆离将所有的人任务安排好 示意 卫兰海风开怪 速战速决 不然等其他工会发现了 咱们就麻烦了 陆离沉声说道 战斗正式打响 首先是卫兰海风的嘲讽 这就是好奇的代价 面对卫兰海风的挑衅 BOSS果然说出了这句经典台词 整个艾萨拉的玩家 都听到了这句台词 随手还给了卫兰海风一下 但 这一下就打掉了他1100的血量 这可是 防御超高的板甲战士 换做其他脆皮 估计普通攻击 就能秒了 两个 乃其给卫兰海风刷血 掉下去的一截迅速回满 PE阶段最常用的技能输顺批斩 对 近身职业造成伤害 这个BOSS晋身职业是主力 因此明知道受伤也要凑上去 挺 也幸好裁决之剑加大业大 不缺治疗 跟号三在更加外围的地方 拉起了防线 戒备 有可能到来的其他工会玩家 有必要的时候 甚至可以直接动手 花了十几万杀一个BOSS 被人抢走了的话 不仅十几万打水漂 士气 也会是个问题 此时的 艾萨拉倒也不是没人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这里靠近灰谷森林的东方 和杜隆塔尔的北方 无论是联盟还是部落 都有可能来到这里活动 艾萨拉的联盟 营地叫南迪斯 是联盟玩家常住的地方 尤其是生活职业 外加 他们会雇佣一些战斗职业 带他们去珊瑚海 这里不仅风景优美 还盛产 一直可以用来炼金 烹饪的深红海藻 而部落的营地 格瑞姆乌朗 更是用来和地金商人 抢金地的商业小镇 艾萨拉确实有很多玩家 但是当蓝龙艾索雷格斯 第一声嘶吼的时候 并没有人注意 因为每天都有几个 不知好歹的小工会 试图杀BOSS 崛起走向人生巅峰 陆离必须庆幸 现在几乎没有人觉得 艾索雷格斯可能被杀死 鸡哥 陆离喊道 牧师鸡哥早就等着呢 听到喊自己的名字 立刻启动了手里的 猪如变机器 一道惨绿色的光线 从仪器里 射在BOSS的身上 BOSS顿了顿 无可奈何地 变成了一只小鸡 也不知道游戏设计人员 怎么想的 这只鸡比正常人还要高大 而且肥大臃肿 可造型模板 却偏偏是那种 刚出口毛茸茸的小鸡仔 攻击 继续攻击 有什么开什么 集体爆发 陆离大声吼道 玩家看BOSS变形了 依照法师变形术的规则 全都停了手 害怕因为攻击 而让BOSS遭受的变形术失败 陆离当时就急了 这浪费的可都是钱呢 好在大家素质 都是最顶尖的 听到他这么一说 全都放开了手脚的爆发输出 他们当然好奇 为什么攻击了之后 便行术还在 不过 陆离一点解释的意思都没有 他已经打算好了 要保守这个秘密 现在负责变BOSS的 都是属于裁决之间的核心人员 比如 鸡哥 该隐的左手 有心天下 无爱飞鱼等人 还有他拥兵小队的成员 这里面 应该不会有人会出卖 诸如变机器的秘密 等到其他大工会搞明白 然后再想办法找人做出来 那应该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诸如变机器 最大的缺点就是 持续时间太短 而且还有五分钟的冷却 好在这个变形冷却 只针对使用的玩家而言 刚刚恢复过来的 BOSS再次被变形成功 迎接他的 又是一轮狂殴 实在是太过瘾了 以为就用这个打拨好了 什么 BOSS都不在话下 惠兰海峰这个MT 这下次倾弦到了极点 花费不小吧 飘铃扫了一眼 如同便秘的陆离 很犀利地抓住了问题重点 第837章 刺头都加把劲 陆离捂着心口 嘶哑着声音喊道 第一纵队后退 第二纵队不上 第一纵队不要离开BOSS30码以外 第一纵队的爆发类特效和技能 都用过了 替换下来休整 至于为什么不让他们离开BOSS30码以外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战斗序列 而已经进入战斗序列的玩家 如果离开BOSS超过30码 那个谁 为什么离那么远 陆离吼道 一个退下来的玩家 似乎并没有听懂陆离的话 他不一直往后退 甚至已经快要退到那些待命的人那边去了 那玩家愣了一下 弱弱地解释道 我血量不多了 打算脱离战斗恢复下血量 就在这时候 蓝龙艾索雷格斯的爪子 泛起了幽兰的魔法光芒 然后 所有的玩家都只觉得一阵晕眩 瞬间出现在了蓝龙的肚子下面 这部分人并没有受到伤害 而是和BOSS之间的仇恨清零 曙光里的仇恨机制 和之前的那些传统游戏 没什么差别 从高到低 只要是参与战斗的玩家都被BOSS仇恨着 而一旦30码内的玩家 仇恨全部清零 30码之外的那个玩家 即便他只有一点点仇恨 并且随着距离的拉大 已经几乎消散了 可仇恨毕竟是仇恨 蓝龙艾索雷格斯 舍弃了肚皮下面这些人 震翅滑翔 朝着远处那个玩家扑去 风扫速度 建立仇恨 那个谁不要跑了 就站在那里死 陆离无奈 可那个玩家 偏偏还是一副没听懂的样子 朝着人群多的地方跑去 一旦他和人群会合 那BOSS的攻击 就会波及到其他人 而没有强力MT的 进行有效防御 很有可能损失惨重 然后大家就看到 陆离的身影一脸闪了几下 快速地追上了那个玩家 这其中使用了加速技能 还有两个装备特效 全部在一瞬间完成 看得大家只觉得陆离如同鬼魅 然而陆离接下来的动作 更让大家震惊 致忙 他在追击的过程 已经把这个玩家 从队伍里踢了出去 同队是无法攻击的 而踢出了队伍之后 就可以强制PK了 受到致忙效果的该玩家 只能在原地打转 致忙 可不仅仅是 剥夺视觉那么简单 他会彻底瓦解 一个人的方向感 更不可能凭着惯性 继续往前跑 陆离之所以不伤害他 并不是他顾忌 这是自家工会的成员 而是避免 太过于吸引BOSS的仇恨 不过他也并没有处理 这位精英团的成员 那是根号三的事情 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这位不听指挥的家伙 是铁定不能继续精英了 除此之外 根号三可能还会调查 他是不是敌对工会 埋进来的卧底 因为他刚才的举动 实在是太可疑了 蔚蓝海峰已经及时地过来 拉住了仇恨 不过还是有几个玩家被波及了 他们根本承受不住 BOSS的正面攻击 一下子就挂了六个 这是裁决之剑 这一次野外 BOSS战第一次死了 一死就是六个 仅仅只是因为一个玩家 不听命令 其他人也恢复了阵型 按照陆黎的打法 这个BOSS只会费钱 一点伤亡都不可能出现 根号三很快就接到消息 他有些惭愧的发信息给陆黎 解释这个玩家的事情 这是他从外面来过来的一个高手 人有点高傲 可能偶尔也做过几次的指挥官 在团队活动中 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大部分的情况下 这些想法或多或少的 都起到了作用 这一次他参与工会活动 可能也觉得自己退出战斗 恢复会更好 野外 BOSS站经常有类似的打法 比如说 中毒严重的 退到安全区域 自己吃药 既能快速恢复 又能节省治疗压力 至于陆黎让他停下 他不是没听见 而是觉得自己 做得对 你打算怎么处理 陆黎并不意外会遇见这样的人 这里是游戏 组织性比不上外面的公司企业 就算是签了合同的精英团 也未见得 能够适时听从别人指挥 精英团他是带不下去了 根号三有点遗憾 提出去吧 这样的人 我们不要 陆黎默然地做出了新的指示 我们是大工会 不是不允许 各种声音同时存在 但是工会活动中 服从才是最根本的 啊 他还带了一些朋友 根号三觉得惩罚有点重 有些才华的人 谁能没有一点脾气呢 我刚才让他 站在那里等死 而他却偏偏跑向人群 显然是觉得自己 比别人更重要 要让别人主动去为了他牺牲 这样的人 太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不需要 如果他那些朋友要走的话 让他们一起 走好了 陆黎一点都不觉得 可惜 他比谁都清楚 曙光里的团队作战风格 现在还没那么明显 等到60级开始攻略副本 和BOSS的时候 那真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只要有一个人犯错 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是全团揭灭的结果 至于PVP作战 那个更讲究迅雷不及掩耳 如果一个队伍里有两个声音 大家听谁的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等大家分析之后 得到这个结论 估计那时候 都在墓地里躺着了 所以任何一个指挥官 在指挥作战的时候 都不会受到质疑 如果这场战斗 是飘灵在指挥 他让陆黎站在那里等死 陆黎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一场意外平息之后 战斗便开始 按部就班的 按照陆黎设计的策略展开 BOSS只要快用大招了 就上去一个诸如变机器 把BOSS给变了 如果按照正规的打法 就必须两个主T 需要激动着进行战斗 两个T一个去和BOSS战斗 另外一个 站在30码线外面 用弓弩射击 等30码内的玩家 仇恨清零后 BOSS就会去攻击 是比较有效率的打法 问题就在于 这个BOSS技能太多 死人死太快 往往是没能把BOSS打死 玩家就损失的差不多了 第838章 被人发现了 艾索雷格斯刷新的地方 是一个毫无遮拦的通道 从远处看的话 一览无遗 所以 陆黎他们是把BOSS 拉进一个小山奥对付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万无一失 比如挖矿和采药的人 再怎么偏僻的地方 他们都会涉足 不过 这次最先发现 这里有人的 既不是挖矿的 也不是材料的 而是一个来这里找宝箱的盗贼 他的ID叫做武勤 武勤 很早之前就发现 这个并不刷新怪物 和矿石的小山奥 有个白银宝箱 而且固定每天都会刷新 他 算准了时间 每天都来这里开宝箱 时间长了 倒也积攒了一笔 非常不小的财富 现实中 甚至因此 还清了房贷买了车 所以 任何人都有可能走狱 并不代表陆立众生 一下就一手遮天了 俗话说 保暖司那啥 武勤倒没那心思 但是男人该有的报复他 一点也不缺少 他在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 游戏里买了 不错的装备 顺利加入了自由天空 自由天空 目前游戏工会榜单 排名第16 也算得上兵强马撞 武勤 今天照例过来开宝箱 传送到这边的时候 顺便在 营地那边修了一下装备 耽误了点时间 他也听到蓝龙艾索雷格斯那 整个地图的喊话 他的心里和大部分 玩家一样 很幸灾乐祸的一位 又有哪个倒霉蛋出了眉头 然而 当武勤越靠近小商傲 就越觉得不对劲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以为是自己的宝箱秘密被发现了 即便加入了工会 他也没有共享出去这个秘密 白银宝箱 经常能开出好的装备和材料 是一笔很丰厚 而又固定的收入 比工会发的薪水多很多 没过多久武勤 就发现不对劲了 一个宝箱怎么可能吸引那么多人 而且还都是同属于一个工会的 裁决之剑 联想到这个工会崛起之路 一个可怕的念头 瞬间吸上他的脑海 裁决之剑 再杀蓝龙艾索雷格斯 对于活跃在艾萨拉 以及附近几个地图的大部分玩家来说 艾索雷格斯都是一个霸主级的存在 普遍认为 玩家在平均等级低于50之前 没有任何攻略他的可能 武勤亲眼看到 艾索雷格斯是如何大肆屠杀玩家的 那确确实实是一场屠杀 他一个冰冻技能 就能让技能范围十码以内的所有目标残血 再补上一个暴风雪的话 分分钟就是几十个玩家的经验灰飞烟灭 最恶心的是冰霜印记 凡是因为蓝龙的攻击而死亡的人 都会有15分钟的冰霜标记 无法驱除 在蓝龙使用冰冻技能的时候 所有70码内有此标记的人 都会被冰冻两分钟 此冰冻效果无法驱散 下陷与自杀无法解除 只有冰法的绝对冰杖可以驱散这个印记 意味着只要有人挂掉 救起来也是继续挂的命 除了法师可以冰箱接触 其他任何手段都是白搭 居然敢攻略这个BOSS 武琴意识到 他遭遇的这些人 都应该是外围防止 其他工会搅局的戒备力量 这是一个机会 武琴仗着自己的隐形技巧 还不错 快速地向小山奥内部靠近 他必须弄清楚BOSS的情况 获得第一手的情报 这个情报无论是交给工会 还是卖给消息贩子 都是一笔巨大的利益 打BOSS只能用近战菜刀和远程猎人 其他职业打BOSS伤害微乎其微 所以干脆都安排在外围戒备 一开始BOSS喊话的时候 裁决之剑的玩家 确实紧张了起来 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唯恐几家大工会联手 上来抢BOSS 让他们惊讶的是 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自始至终都没人相信 有谁在打BOSS 地区频道甚至 有几个家伙在幸灾乐祸 说今天蓝龙爸爸又要开张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倒霉弹调经验丢装备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警惕性就开始下降 苏琴水平不错 装备等级都是拔尖的 他进入小山奥老大会 就算是离得很近 居然也没有被人发现 于是他的内心 不免有点看清裁决之间 毕竟是个毫无底蕴的新工会 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工会 每当转战新游戏的时候 都有一大批骨干成员 集合在一起 同时开荒新游戏 这些人素质 远远不是散人玩家所能比的 忍了好辛苦 才忍住敲晕这些家伙的冲动 苏琴快速地沿着小道 快速接近战斗区域 热浪翻滚 苏琴猛地被吹了起来 他惊恐地发现 一个金袍法师 对他使用了冲击波 这还不算完 苏琴刚刚落地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觉得自己 从双脚开始 快速地被冰冻起来 一直向上蔓延着 奢侈 一个火法 居然也学了冰霜猩猩 这样的稀有技能 故不及付菲 苏琴飞快地用徽章 解除了冰冻状态 或许有人问 只要被攻击 这个冰冻状态就会失效 干嘛浪费徽章啊 拜托 不解掉冰冻 难道 眼睁睁的看法 是独条释放大招吗 不解除冰冻 当附近的其他裁决之剑 玩家是死的吗 冰冻看似声势惊人 但是只要一个徽章 就完全搞定 破冰而出的 苏琴就要逃跑 迎接她的是一个 金色龙头模样的虚影 虚影做吼啸状 不仅有不小的伤害 还有一个混乱的负面状态 火法的强控技能 龙吸 裁决之剑附近 玩家都围了过来 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出手 而是抱着膀子 在外面观战 一点上来帮忙的打算 都没有 单挑 苏琴困惑得眨眨眼 你想单挑啊 行 你只要打的 赢我 今天就放你离开 金袍法师 嘿嘿一笑 威武霸气的形象 瞬间被猥琐和狂傲所取代 这么多人 在这里 非要单挑 压的是傻逼吧 苏琴最喜欢这样的傻逼 他默默地朝匕首上 涂抹了毒药 打算来一场 贼法之间的巅峰对决 他不知道对方说话会不会算话 可这毕竟是一个机会 没有人愿意丢经验 或许还会丢失一件 自己辛辛苦苦弄来的装备 第839章 大师兄 大师兄 又要虐菜了 围观党拿出小板笨瓜子 开盘开盘 我赌两分钟 解决战斗 超过一分钟一赔三 其中一个 居然还四模四样地开始收赌金了 显然 对场上的金袍法师 充满了信心 你大爷的 两分钟的盘口 你也好意思开 我赌一分钟 超过一分钟一赔三 超过两分钟一赔五 超过三分钟一赔十 至于再多的时间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平日里就喜欢玩这个的人 还真不少 尤其是有点闲钱 又没事干的人就好 这一口 曾经有人统计过 奥格瑞马门口 肉点赌大小的那些人 每天的输赢金钱数 超过十万金币 你没看错 是金币 不是现实币 这也就意味着 数百万的现实币 就在那些跳动的数字中间 完成了一主之旅 呀 妈蛋 大师兄 你听到了 喂 放点水 三分钟再放倒他 兄弟 今天压一百斤 一赔十之后 咱们兑半分钱啊 有人朝着金袍法师后 开盘的人脸都绿了 连忙补充道 大师兄 你要注意一下形象 看着他们在那里大呼小叫 一点都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武情不仅没有愤怒 反而心中满是苦涩 大师兄 才觉之见的 大师兄岂不就是肥猴子 今年游戏圈崛起最耀眼的新人 恐怕就是这家伙了 或许三月宇的身价比他更高 但那妹子实在低调 又玩的是个治疗职业 至于陆离 没有人会把他当新人看 虽然他确确实实是个新人 金袍法师也就是肥猴子 抬抬下巴问道 准备好了吗 我说话算话 只要你能击败我 我就放你离开 你是肥猴子 武情脸色难看 没错 肥猴子放下法杖 笑道 你该不会一听到我名字 就没有动手的勇气了吧 玩个游戏而已 何必搞得自己像个娘们 打人不打脸 哪有这样侮辱人的 武情立刻就小宇宙爆发了 就算肥猴子是明星赛首 但武情也是大公会的精英 二者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武情觉得自己 只是缺少一点机遇而已 他扑向了肥猴子 连前行都没开 我去 这打斗真是一点看头都没有了 围观党捂住脸 不忍直视 大师兄这一手激将法 玩得实在是溜 估计三十秒钟 就能解决战斗了 我刚才那十个金币 真是喂狗了 另一个围观党 一脸心疼 而坐庄的那位玩家 则无比得意 多谢个几个照顾 回头 我请大家吃饭 唉 实在是没劲 还以为这是个高手呢 外面那些家伙都是吃干饭的 让一个弱鸡摸到 咱们这里来 这儿都是核心精英了 咦 这不对啊 大师兄怎么不用灼烧 我记得 他升到五级满了吧 有人发现不对劲 然后更多的人发现 这场打斗的蹊跷之处 唯有场中奋力攻击 并且取得一定成果的五情深 在局中一无所知 他把这种短暂的优势 归结到自己的 出其不意上面 法师被近战职业近身 所有的优势 都必须在拉开距离之后 才能重新获得 所以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肥猴子 一点也不敢让他逃离 比赛持续到30秒开外 围观党们已经无语了 他们眼中的肥猴子 这铁定是在放水 究竟是猫耍耗子 还是就为了那能够分胎一半的赌金 大师兄 节操尽丧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开盘的那位 已经昏倒在地 几个人柔胸拍脸都就不起来 他那小心肝 根本承受不住一赔石的算法 如果不是大家都住宿舍 他甚至都可能决定下线脱离 从此远顿绝技 这一下子 不仅仅是围观党 武情也终于发现 情况不对劲 他在拖延时间 武情不是笨蛋 他飞快地拉出私聊 给他们会长发了一条讯息 玩家没办法杀人灭口 毕竟死了也会复活 然而肥猴子激怒了武情 让他根本没有想到通风报信 虽然武情现在已经反应过来 但是宝贵的五分钟 已经在嬉闹般的打斗中流失了 肥猴子觉察到武情的神态变化 心里叹了口气 手上法杖极灰 本来就血量不多的武情 立刻扑倒在的 他手上的一把匕首不幸掉了出来 三哥准备好接客了吗 肥猴子捡起战利品 问道 会长早有准备 不过陆里老大那边发话了 不用硬碰硬 还有几分钟就能解决 自然就会演气息鼓 那就好 这些大工会集结兵力 也要时间 刚才我演的怎么样 肥猴子抖了抖他拉风 到极点的金色法袍 大师凶文成武德 一统江湖 百年不死 死而不将 赚了钱的大伙 并不吝啬几句 不需要花钱的赞赏 更何况肥猴子也当得起 我日了 整个动物园 肥猴子吐血 事实上 自由天空来的 比裁决之剑预想的还要慢一些 他们一时半会 又集结不到足够的高手 但他们工会 灵时又拉了一个大工会做盟友 一行2000多号人 浩浩荡荡地开到艾萨拉 还没走到武琴说的那个小山奥 就听见系统满世界地 刷了一个大屏 系统 恭喜裁决之剑工会 在指挥官陆离的带领下 完成了蓝龙艾索雷格斯的首杀 奖励工会等级1 果然还是奖励了工会等级 艾索雷格斯虽然不是领主级的野外boss 但他是龙族 而且属于蓝龙中 都有点名气的存在 蓝龙艾索雷格斯是曙光开放以来 玩家见过技能最多的boss 事实上 单就屠杀玩家的数量而言 两年之后 蓝龙艾索雷格斯力压群雄 占据boss总榜前十 而陆里等人上次杀的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连前100都进不去 蓝龙艾索雷格斯被杀了 那个拥有十几个技能的恐怖巨龙 被杀了 不明真相的 只是单纯的惊讶 又有一个牛掰轰轰的野外boss 被人拿了手杀 而明白蓝龙实力 甚至亲自带人领教过蓝龙 厉害的大工会 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拼命去打探裁决之剑 杀龙的方法 第840章 传奇爪子 武情长子都毁清了 他觉得自己如果早一点通风报信 就算不能把boss截下来 至少他们会长不会脸色铁青成这样 骑虎难下 都来到这地界了 双方都能看见彼此 可一到系统公告 就把自由天空给打猛了 就这样回去的话 当然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裁决之剑不是一般的新公会 虽然成立不多久 可他们已经和江南贵族对拼了半个月 一点败己都显露不出来 有人曾经观察过 裁决之剑的玩家一上线 嗷嗷叫着去找江南贵族的玩家去PK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打出感情了 可江南贵族除了少数一部分人 九成的玩家都开始躲着走 新公会虽然各种不好 但是新公会有新公会的锐气 江南贵族这些天有苦难言 据说已经委托威宇格说和 想要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公会战了 自由天空何得何能感受自己 比江南贵族强 更何况泄愤的冲突 并不能带来任何利益 他们只能装作来这里看风景 一般地笑着打个招呼 然后各奔东西 陆离接到了外围警戒人员的情报 对自由天空的退走 一点也不惊讶 倒是之前肥猴子的拖延战术 让他刮目相看 虽说此战术粗糙简单 但是对于一个脾气火爆的人来说 能够开始用脑子去考虑事情 而不是直接动手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手杀拿到之后 自然就是分配战利品 残梦当仁不让地 在众人的瞩目当中去摸尸体 曾经有人做过相关的试验 让几个平时手气不错的人 和残梦一起去摸同类的小怪尸体 经过上千字的重复试验 残梦得到东西的总价值 比第二名的两倍还要高 幸运值是看不到的 但又确确实实存在 小怪的话 对比还不怎么明显 当这种概率放大到BOSS身上 一个装备等级的提升 都是好些倍的差距 几乎所有的工会都有专门的人摸尸体 其他人在战斗结束之后 必须远离 随便摸尸体的人 轻则扣出一些的工会积分 重则被踢出工会 也不稀奇 蓝龙艾索雷格斯 究竟能不能出传奇装备 陆离心里也没底 不过概率应该蛮大的 毕竟是野外BOSS首杀 艾斯凯达尔的左爪 当传奇这个词 从残梦的嘴里吐出来之后 整个裁决之剑都沸腾了 陆离却稍微有点失望 不过也不明显 毕竟这件装备 确确实实是一件超级级品 萨满拿着这件装备 混到60级都没问题 艾斯凯达尔的左爪 属于增强萨满 也就是近战系萨满的装备 偏物理输出 主要的特色 就是减速和流血 这件装备一共三个特效 两个和减速相关 一个和流血相关 任何职业 被装备了这件武器的萨满缠上 都会觉得生不如死 这件装备 优先装备到洛英回忆身上 他是裁决之剑的现役赛手 这个理由秒杀一切 骑士盗贼也可以拿 只是陆离习惯了匕首 他现在的两把匕首 正适合他 就算遇到更好的装备 也会选择短剑 用爪子反而不太顺畅 抬风 双手按金大剑 附带特效大旋风 而且不与战士大旋风技能共CD 有了这把武器战士 可以在一个周期内 用两次大旋风 骑士则能够扮演战士 也来个大旋风 当然 特效版的大旋风伤害上 比不上战士升级了五次的技能 这个装备 蔚蓝海风用不到 月光不喜欢 他觉得大旋风这个技能 并不需要太多次数 关键是看技能使用的时机 所以 台风大剑 自然也就成了 大家都可以竞价的东西 虽然不是按金 可双手大剑 一向是热门武器 所以 裁决之剑 那些能够装备这类武器的玩家都疯了 陆离只能感慨 这些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 那积分难道不要钱吗 有没有算过 这样下来一件按金装备 都被顶到多少现实币了 不过话说回来 气氛一热 谁还会去斤斤计较 敢这么出价的 都是现实中没那么缺钱的主 游戏里 一至千斤 抢一把重力的装备 不仅仅是增加实力 面子上也过得去 一个 ID叫做 依人泪撇绕纸柔的狂战士 拍下了大剑 陆离 一下子对此人就印象深刻了起来 被朋友们戏称为小柔的这个狂战士 也是个好战的主 似乎经常和月光 肥猴子他们一起刷战场 据说水平非常的不错 他拍这件装备 不仅用光了自己的工会积分 还借了其他人不少 裁决之间的工会积分 不是不能借 但是转让的过程要损耗一半 也就是说 一百积分转过去 只会有五十几分到账 一般情况下 谁都不会借积分 一人泪撇绕纸柔 显然是从其他人那里 高价买了积分 看样子 也是一个土豪型的玩家 第三件装备 同样也是暗金 不过这次就不是武器了 而是一件披风 祝福披风 暗金披风非常的罕见 就算是陆离现在 也只是用的黄金披风 不过它那是巫毒套装 没办法比较 暗金披风的出现 让大家都红了眼 可惜那赤裸裸的术式专属 让其他法系集体吐血 凭什么 明明是一件属性 很大众的法系输出披风 各种特效 也适合其他职业 卫毛就在装备需求等级后面 加了一个术式专属 曙光里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越是高级的装备出现的越多 有资格角逐这件装备的 就是工会里的那些术式了 其中以芝麻馅 汤圆的积分最多 它因为在团队活动中经常拉人 尤其是试炼塔 为了闯过重重险阻 还挂了好几次 因此是积分榜当之无愧的分吧 按理说 应该优先考虑装备 还处于草根阶段的猫猫爱吃肉 它是裁决之鉴的心境赛手 但是路里必须考虑芝麻馅汤圆的想法 如果说每个人都挣着 把自己想要的装备 让给别人 一心为了别人着想 那恐怕 只存在于小说和政治文件当中 路里也不认为自己有那种 让别人让出利益 还能感恩戴德的人格魅力 芝麻馅汤圆 是属于很早就跟着他的人 如果他一点都不考虑对方的利益 那么底下的人就会觉得 他薄情寡义 不能够长久供富贵